我们不否认彭与华撰写了梅花公司运作计划书 也召开了武汉会议宣讲该计划书 但是对公诉人指控彭与华李明泽 成立了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组织梅花公司有意义 我们认为下列证据表明梅花公司并没有正式成立 第一 彭与华的供述 彭与华从来没有供诉过成立梅花公司 今天庭审彭与华也供诉 在武汉会议上面并没有宣布梅花公司成立 第二 李明泽的供诉 在侦查卷第二卷的二十九页 李明泽供诉彭与华想在香港登记设立梅花公司 但没有施行 第三 在武汉会议上面并没有正式宣布梅花公司成立 白建墙说武汉聚会的目的是成立围观中国的组织 是孤证 并没有其他证据印证 第四 最直接的证据是武汉会议的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证实了在会上面并没有宣布梅花公司成立 而且在公诉人刚才出事的书证会议须知的会议流程中间 也印证了在这个会议流程中间 会前就根本没有设置安排成立梅花公司这样一个流程 第五 梅花公司运作计划书 在武汉会议上面指示彭与华在宣讲讨论 并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支持 形成共识 也没有通过表决的方式 会议形成会议决议 形成组织纲领 甚至梅花计划还没有得到所谓的经理层李明哲的认同 在侦查卷第八十八 第十卷的八十八页 就是美武汉会议结束后的第一天 2012年的11月26号 李明哲的聊天记录中 李明哲就指出 彭与华用企业经营扩展分店的方式 构想实施梅花计划存在的问题 商业上有绝对的上下级 而网络上没有 今天李明哲在庭上 说明没有参加武汉会议的原因的时候 也说了这一点 第六 物证银行卡和围观中国的旗帜 不能说明成立了梅花公司组织 这个银行卡是彭与华 2012年10月31号 以个人名字开设 是用于武汉会议 收取与会人员AA字的聚会金会 这个AA字它本身就表明了 是个人自费 而不是梅花公司的经费 总共收取的6468.64元 其中武汉会议开支2469元 剩余3000捐给了张祥海的姐姐之病 那么从这一个经费的收支情况来看 主要是用于武汉会议 所以不能将其视为是梅花公司 捐用经费账户 那么围观中国的旗帜 它是原本就设计好的 围观中国QQ群的一个图标 这也不能说明是梅花公司的旗帜 审判长 他的根据只能证明他写梅花计划书与李明哲交流了某些思想 但写梅花计划书的想法不是与李明哲三样的结果 更不是火灯李明哲制定 第二 针对被告人李明哲的根据 他根据在武汉会议要他参加 他考虑了几天 回复不能参加 证明他对梅花计划书的态度是不积极的 更不是组织者 被邀及参加政要会议 他都缺席 第三 针对证人的正式的执政意见 他程序 彭与华制作的没法更新计划 与他沟通过 武汉会议前后都沟通过 而不仅仅是与李明哲交流了思想 他还程序 武汉会议 彭与华召集发起组织者 而不是李明哲提议或组织 他能够证明 李明哲没有做相关的海外联络工作 也没有为没法组织提供过资金或者物品 第四 针对证人的正式的执政意见 他们的证识能够证明 组织武汉会议及没法计划的讨论阶段 李明哲是不具有任何组织策划及指费的功能 第五 针对物证银行卡 围观中国旗帜的执政意见 旗帜不是李明哲制作银行卡 与李明哲没有关系 第六 针对苏正的执政意见 其一 没法更是捐属账户辩论表 与李明哲无关 他没有投与和使用资金 其二 没法更是的运作计划书 不是李明哲起草完成 是武汉会议后发给李明哲的 第三 武汉会议 准备的材料及武汉会议的照片 李明哲没有参加会议 没有关系 第七 针对试听资料武汉会议的录音录像 能够体现出组织策划指飞 与李明哲没有关系 什么的 执政意见完毕 本组证据 共同证实 被告人彭永华 李明哲在武汉会议后 实施梅花公司计划运作书 采取裂变QQ群的方式 设置区域分群 扩大组织规模 强化对QQ群的管理和培训 肆意攻击国家制度 颠覆国家政权的事实 本组证据出示完毕 请法庭处持执政 彭永华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 没有 彭永华的辩护人有无异议 对这一组证据有三点意义 第一 我们不否认武汉会议后 彭永华建立了围观华南 围观华东等五大分群的事实 但是对公诉人指控这个行为 是扩大组织规模有异议 我们认为QQ群不是犯罪组织 因此建立分群的行为 不是扩大组织规模 第二 分群建立以后 彭永华停止了继续发展 围观中国计划的QQ群 也没有组织实施围观活动 围观中国活动实际上夭折 有下列证据证实 第一 彭永华在侦查卷第五卷第三十二页 第五卷第五十七页 供述 2013年抽 因为对许志勇声援围观 华南群转发秦永敏的文章 华南群组织线下围观 本市友 与使李明泽彻底落翻不再联系 那么2013年的四月份五月份 使李明泽均退出了围观中国QQ群 以及讨论小组群 彭永华也不再管理QQ群 逐渐淡出 围观中国除了华南群以外 基本上其他的群销声业绩 第二 李明泽的供述 在侦查卷的四十五页 李明泽供述 除了华南群以外 其他群只是发发帖子 且大多数被封 人员散了 凝聚不起来 第三 证人曾在侦查卷第五十二到五十三页 张在侦查卷的第六卷第九十二页 都证实 彭永华与李明泽产生矛盾以后 不再对QQ群进行管理 逐渐淡出围观中国的活动夭折了 第三点 围观华南群和围观中国群 并没有上下级的敌属关系 李明泽主导的围观华南群后 实施的行为与彭永华无关 不应由彭永华承担责任 第一 彭永华供述在侦查卷的三十四页 李明泽主导了围观华南群 围观华南群与围观中国群脱节了 第二 李明泽的供述 侦查卷的第二卷第十五页 李明泽共述围观华南群与围观中国群 实际上是两边独立运行 第三 苏正围观华南群的九次会议记录 那么除了第一次 2012年12月第一次 彭永华列席以外 其余都没有参加 第四 围观华南的活动 彭永华没有参加过 第五 公诉人刚才出示的书证 第六 第七 第八 证实的都是李明泽 对围观华南QQ群 实施的管理和宣传的行为 与彭永华无关 执政意见发表完毕 李明泽的辩护人有意义 有执政意见 第一 针对被告人 彭永华和李明泽的根据 他们两个人的根据 能够证明 围观华南群的 参与者是丁江友 李明泽是以后当的群举 被告人李明泽的根据 还证明 其发表的文章 没有宣传颜色革命 第二 针对郑伦 陈白业政策的执政意见 他们的证词 只能证明 李明泽上传文章 积极参与 上顿颠覆政权 但不是群的参与者和指挥者 且没有宣传颜色革命 业恩人士也证实了 是丁江友将群举 滥给了李明泽 第三 针对苏正 没法更是运作激发的架构 两岸牵手群 围观中国更告的废集 写给两岸牵手 罚政事审的群有胆性 都是彭与华制作和发表 与李明泽无关 第四 牵手华栏 围观华栏 图标群的图标 是彭与华制作 证明李明泽 不是围观华栏群的参与者 什么意思 执政意见完毕 你是在这两个客户群里面认识的李明泽 那么李明泽在这两个客户群主要干的是什么 他是这两个群的管理员 然后他的这个群里面主要就是 发布一部 关于台湾啊 或者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这些 这类型的这个资料和内容 然后另外一个 如果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想了解 或者是对这个 这类型有这个话题的话 他也会积极地还能讨论 那么你刚才提到 郭云华安排你们管理员写新的体会 李明泽有没有写过新的体会 写过 这个是郭云华 不是我的 他把这个李明泽写的新的报告 还专门 专门有让我看过 你看过李明泽写的新的报告 那么他的新的报告的内容主要是什么 内容比较长 主要的内容就是 一个是他对这个 大楼的一个现行的这些 社会有这些那段分析 分析完了以后呢 其中的一些特别的问题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他对这个中国大陆的 不是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进行一些分析 分析完了以后呢 他自己认为 他比较通宠的就是 北欧的那种模式的 怎么叫内阁制的那种旗帜 另外呢 后面呢 他对这个中国的一些维权现状 进行的一些飞行 他起初这个维权的组织化 希望加强组织建设 最后呢 形成一个坚强的 反动的力量 来叹加国家的选举 你讲被告人朋友华 李明哲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主要是通过 勾勾群来吸收更多的这个区员 然后呢 通过来调整一个管理员 形成一个围定的合级的 几个团队 来进行形成一个组织 在 世纪成熟的时候 或者是在这个 强烈许可的情况下呢 把这个组织呢 刷带为政党 然后 参与国家的政治 来给他下去的 通知机制 什么长 实的当听证言 证实了被告人朋友华 创建QQ群 抨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发展核心骨干成员 以及被告人朋友华 李明哲 制定纲领性文件 召开会议 宣布组织架构人员分工 以及会后开展分群 扩大组织规模的事实 公司人对政人 史虚谋的虚谋完毕 没法激发书 确定的李明哲 是什么职务 嗯 李明哲是夫妇 呃 正如品训 呃 和这个联合海外典 他有没有实际接受该职务 嗯 嗯 我們正常後面在這個空空的日誌裡面 和空空的微博裡面 發了一部份就這個 改變這個 就制度的比如說這個蘇聯解體啦 或者是像這個 太陽花事件的這些內容 讓我們來學習和轉播 但我呢 還提供轉播他一部份這個內容 那在文官中央的客戶群裡面 和文官群裡面 如果我們在這個 因為他的社會經驗比較豐富 因為呢 這個 在制度裡頭這個方面比較 學衷比較深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方面有什麼問題 包括鐵油啦 包括我們這個 他這個出來有什麼問題 提供的話 他都會積極的給我們做到 那麼李明哲是否承受過 相關的海外聯絡的工作 這個不太清楚 李明哲是否能夠指揮你 以及其他成員 他跟我一樣的 然後都請彭宇華的 因為彭宇華是 李明哲為實現沒法計畫 是否提供過資金或者其他物資 這個不太清楚 這個李明哲有意義 有 彭宇華的辯護人有意義 有 我們認為有證據 不足以證明彭宇華 以組織化為觀的方式 炒作開平徵稅等事件 攻擊國家政治制度 第一 沒有蘇貞證明被告人 是怎樣組織為觀的 怎麼炒作開平徵稅事件 他發表了什麼言論 形成了怎麼樣的影響 有多少的點擊量 轉發了多少次數 他是怎樣歪曲事實 誹謗攻擊現行政治制度的 第二 李明哲、彭宇華 以及白頁等人的延遲證據 都是泛泛而談 只是說炒作了熱點事件 但是到底具體炒作了哪些 缺乏書證印證 第三 華南會議記錄 只是討論了 要去炒作廣都開平徵稅事件 但是在會後 沒有實施 是怎樣實施的 沒有其他的證據證明 第四 彭宇華公訴的 為觀熱點事件 大多是發生在2012年的10月份之前 那麼如前所述 當時彭宇華 主觀犯罪故意 尚未形成 那個時候的行為 不能作為犯罪看待 執政意見發表完畢 李明哲的辯護人有意 第一 第二 針對證人證詞的執政意見 該證詞證明李明哲自己是沒有參加過線下的圍觀 第三 針對蘇貞 公開書面申請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 對該證人採取不公開個人信息的保護措施進行舉證 對此 以再庭建會議達成共識 現在對該證人證言 摘要宣讀如下 2016年4月份左右 李明哲在群裡面攻擊共產黨的民主問題 說要用維權街頭運動等抗爭方式才能出民主 2016年5月份 李明哲說 中共早就和一些港人建立了利益共同理 勾結共謀 每個殖民政府都是這樣的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搞假補選 導致香港雨傘運動 2016年5月份 李明哲在群裡面說 大陸統治者最殘暴 反對有些人提出的抗爭無用論 2016年大概在10月份 李明哲在群裡說 群理性維權事件 是將來中國實現民主的一個最好機會 以群理性維權事件 顛覆現在的政權 下面向法律出示三份憨業筆錄 偵察機關對李明哲委 9009、5582、5783 三個QQ空間進行了遠程憨業 截止2017年4月3日 尾號為9009的QQ空間 發布圖文155篇 圖片121張 瀏覽量45968人次 轉發量1807次 評論數378條 尾號為5582的QQ空間 發布圖文100篇 瀏覽量1083人次 評論數3條 尾號為5783的QQ空間 發布圖文19篇 圖片19張 瀏覽量3419人次 評論數18條 上述行業筆錄證明 李明哲使用QQ空間 發布顛覆國家政權的圖文 並被大量瀏覽轉發 評論的事實 接下來出示三份電子數據 第一份是被告人李明哲 利用尾號為9009、5582、 5783的QQ空間 公開發布顛覆國家政權的圖文 摘要宣讀 讓民眾或許只有選擇 反韓革命意圖 最需要知道 非暴力價值意義的不是民眾 而是統治者 北方力量強大而無底線 反韓者如何還在 拘離於理性或非暴力的反韓形式 不知變通 那也是於不合及 如果法律和體制不能給人民公道 那麼反韓暴政的權等就是正義 第二份是被告人李明哲 利用境外資訊討論群 境外資訊交流群 境外資訊聲援香港群 海島風雲 布隆港 HK快訊等微信群 公開發布顛覆國家政權的圖文語音 此外 李明哲在海島風雲 今後營群群等微信群 曾做過關於維權運動 談早更民主的語音講座 呼籲維權要組織化 鼓動群眾 可以武力抗政政府 第三份是被告人李明哲 使用臉書發布 顛覆國家政權的圖文 共計49份 摘要宣讀 祝福香港早日脫離中國殖民地地位 上述電子數據證明 李明哲利用QQ空間 微信群、臉書 發布大量顛覆國家政權圖 語音的事實 本主證據共同證明 被告人李明哲使用QQ空間 發布300餘篇圖文 被瀏覽量5萬餘次 轉載2000餘次 評論數400餘次 使用臉書發布40餘篇貼文 使用微信群發表大量的文字、語音 抹黑、誹謗、攻擊國家基本政治制度 顛覆國家政權 本主證據出示完畢 請法令組織自證 讓李明哲對上述證據有無意義 李明哲的遍覆人有無意義 有自證意見 這組證據只能證明李明哲 進行了煽動顛覆政權的行為 不能證明李明哲是首要分子 組織他人顛覆國家政權 執政完畢 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鎮出入境查詢記錄 證明被告人李明哲 於2013年8月、11月和2016年2月3日出入境的事實 本主證據共同證明 被告人李明哲在2013年8月、11月和2016年2月3日入境 組織圍官華人群成員等於在廣東、福建、廣西等地聚會 公開攻擊中國政府、國家基本政治制度 顛覆國家政權的事實 本主證據出示完畢 請法令組織自證 代表李明哲 對上次證據有無意義 李明哲的遍覆人有無意義 有兩點自證意見 第一點自證意見 與第五組的自證意見一致 第二 同層聚會的人數不多 影響不大 就像太陽上的黑子 擋不住太陽的光芒 僅憑一些沒有事實基礎的言論 對國家政權的危害很小 自證完畢 不然師父有補充意見 我補充三點意見 第一 被告人李明哲 主觀惡性和人生危險性小 被告人李明哲及其家庭成員 在台灣都有正當的職業 有穩定的收入和工作 這次是出犯 本案是因為他對社會的良好意願 和對中國政府社會主義制度 沒有深入了解而導致的 比如他們希望弱者聯合對抗強權 為被強裁者及小攤販維權等 他所發表的言論中 有的屬於政治偏見 沒有具體實施 李明哲除參加過聚餐以外 並沒有參加或組織過 線下圍觀活動 他主張非暴力運動 並支持民眾依法維權 第二 被告人李明哲主動認罪 認罪態度好 並且有違改表現 被採取強制措施以後 還寫了悔罪書 今天又當庭認罪 李明哲到案後 不但如實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還如實供述了同案犯彭宇華的犯罪事實 他的坦白導致安全局 對彭宇華的立案偵查 雖然這不屬於立功 但足以證明他有悔罪表現 應當對其酌情重新處罰 第三 被告人李明哲 在2017年3月21日的自訴材料中 揭發了周泰勝、陳俊哥 希望武裝革命 周泰勝一度跑到緬甸邊境 買槍的事實 還揭發了張武周2015年 準備製造炸藥的事實 雖然這些事實 有的早已被查獲 有的線索不清 不構成立功 但足以證明被告人李明哲 有積極揭露他人犯罪的 詭罪心態 良心時也應當考慮這一情節 對其酌情重新處罰 中上所述 被告人李明哲雖然觸犯了法律 但其非首要分子 且是觸犯認罪態度好 並且 李明哲的父母年事已高 父親有讓在身 需要李明哲照顧 建議法庭良心時 著重考慮這些情節 對其重新處罰 以上辯護意見 請何怡婷評議時予以充分考慮 辯護完畢 內容李明哲 現在有理做最後陳述 審判長審判員 對於自己的犯罪行為 我表達自己認罪毀罪的態度 感謝有關執法部門 在文明辦案之外 也充分地保障我個人的人身安全 跟健康的一個權利 使我對中國國家發展跟進步 有了個過去完全不一樣的認識 過去 過去因為自己價值觀的偏差 沒有選擇實事求是的態度 去認識中國的發展跟進步 而相信太多西方社會 對中國大陸有偏見的媒體報導 和書籍刊物 對中國大陸的這個惡意的抹黑 甚至 抱歉 甚至刻意忽視絕大部分中國人 對國家進步發展的肯定 和國家長次久安的渴望 而把少部分因為在社會上發展不順 而在網路上惡意發洩的網民 當成了中國真實廣大的民意 而自己當時在沒有工作 發展不順的情況下 我組織網友編造 刻意抹黑謾罵中國政府 社會制度和共產黨的文章 或者把中國社會的群體事件 加油添醋 用來抹黑攻擊中國政府 社會制度和共產黨 並參加了維幹中國煤化公司 這樣的犯罪組織 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錯誤和犯罪的行為 在過去自己接受的資訊當中 充滿了對中國法制的攻擊、酷刑、編造證據 製造不實、指控等負面的抹黑衝刺 但這次我在中國的實際情形 中國大陸的實際情形 和我過去的認識完全不一樣 不管從辦案單位到檢查單位的訊問辦案過程 或是在看守所的生活都是文明辦案 都是以依據、以法律為準神 不但充分保障了我個人人身安全和依法 應該享有的權利 對我個人在疾病上的照顧、服藥的照顧的關心 都非常的用心 在看守所的生活中 每天都有針對中國社會發展、國家政策說明的新聞節目可以收看 讓我更進一步的認識到真實中國的現況 看到中國大陸在共產黨的政府的領導之下 不管是國家的經濟發展、鐵道、交通建設、航天科技 扶貧政策、河川治理、環境生態保護上面 都有了飛速的發展 在執政訊息公開透明化 讓基層民意下情上達 法治建設的成果 也確實有了煥然一新的成就 特別在戶籍政策和醫保、個人政見、異地、報銷、換領 這些和民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政策革新上 更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下 具體回憶民意需要的鐵證 這些具體存在的事實 都是我過去所忽視的 也是台灣部分媒體所刻意忽視忽略的真實的情況 但我現在瞭解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的發展 也是中國大陸民眾生活幸福感的來由 和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 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各方面 能有長逐進步的原因所在 我充分認識到過去自己的思想的盲點 對自己過去因為思想盲點而犯下的錯誤 感到非常的後悔 也對自己沒有實施求是的追求真相 而錯誤的觸犯法律 破壞中國法治和社會發展與和諧 撕裂中國官民之間的團結與情感 意圖顛覆中國國家政權和社會制度感到萬分的歉意 過去的錯誤已經造成觸犯法律的事實 也需要負擔起法律的處罰 除了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外 我也希望在法律責任結束以後 回到台灣我能用自己的例子 告訴我生活周圍的基隆好友 兩岸同屬炎黃子孫、中華民族 我們應該捨棄西方偏見的觀念來認識中國大陸 兩岸的中國人透過了解而共同合作 達成民族的團結 這才是台灣發展唯一的活路 和中華民族真正偉大復興 我之前在台灣是從事社會教育的工作 未來當我法律責任結束後 回到台灣重新投入職場 我也會把上述我的想法 在工作上來宣導跟發揚 讓更多台灣人也能和我一起為中國的統一和發展 貢獻自己的力量 以補償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 這才是真正的認罪、毀罪 希望得到法律、法院寬大的處罰 謝謝法官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